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毅所说的那些话不停地在他耳边响起心怀家国情怀的陆毅 让他整个人都变得闪闪发光起来 惊吓拿出手机 忍不住给他发了条微信道 今日的你 很帅 他感觉自己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在那一瞬间 却又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傻傻地说了句道 今日的你 很帅 他以为陆毅不会立刻回复他 因为他知道 刚刚采访完的他应该很忙 可是 没有想到陆毅的微信 很快便传了回来道 你看采访视频了 这不是一个问句 而是一个肯定句 嗯嗯 我刚刚看完 怎么感觉我比你都要激动了 惊吓也不知道为何 被采访的是陆毅 可是他却觉得无比的激动 出戏 陆毅会心一笑 依旧不忘调侃今夏 我们家陆总以后是不是要成为明星了 那以后是不是见面都要预约了 今夏笑呵呵地调侃着 放心 在我这里 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嘖嘖 你说你长得这么帅 现在又在电视上曝光了 以后是不是会有很多漂亮的小姑娘前扑后继地扑上来啊 怎么 你担心呀 笑话 我担心什么呀 小爷我也是陈毅落雁之姿好不好 若是你敢招惹小姑娘 那我就带小伙子回家 你敢 你若敢赴我 我就敢找小伙子 看把你能耐的 你以为你想找便能找到吗 你别小瞧人 我在我们学校也很受欢迎的好不好 我班男生很照顾我的好不好 你班男生 谁呀 怎么 你紧张了 快说 谁 逗你玩呢 我同学啦 今夏没心没肺地笑着 在学校的时候少对别人笑 陆毅一脸不悦地提醒着 她太了解今夏笑容的杀伤力 她便是被这样的今夏给收服的 知道了 我又不傻 没事对别人笑什么 陆毅的一言一行 今夏怎不会了解 忍不住嘟囔 还真是一个醋坛子 不过 她自然不会直接戳破它 你们最近是不是很忙 今夏想着陆毅采访中说的话 想必她一定会是很忙的 嗯 过几日还要参加企业联盟活动 制造业想要抢占国际市场 必须要团结起来 横纵联盟才是上上策 那你快去忙吧 我也要回家了 好的 你注意安全 嗯嗯 放心好了 今夏收起了电话 开始整理实验室的工具 准备回家 恍惚之间 她再一次想起 今日是结婚纪念日 她竟然忘记和陆毅说了 而陆毅貌似也忘记说 结婚纪念日的事情了 算了 不说便不说了 还是早些回去整理实验数据吧 明日还要交到教授手中 好累啊 陆毅和今夏的结婚纪念日 就那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两个人都记得这一天的日子 但是却也没有故意提起 看似不在意 但是却也都记在了心里 陆毅搞事业 陆毅继续开展着她的宏图伟业 想要中国电气产品 全面地闯进国际市场 仅仅是凭借着陆市集团 是不够的单枪匹马 终究会因为力量不足而折损 若是能够带动整个国内电气市场 大家齐心协力 方才能长久 陆毅企业的电气产品 不同于其他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 需要一系列的原材料 线下众多原材料都是需要进口 陆毅想要联合国内市场 鼓励原材料厂家提升质量 这样今后便不用受制于国外企业 她游走于各大企业之间 分享着陆市集团的成功经验 阐明其中利弊 帮其画下大饼 希望能够共同实现其宏伟目标 她从目前的市场环境 政策环境去分析 从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四个角度出发 通过真实可靠的数据分析 赢得了众多盟友的认可 然而她清楚认可是认可 但是行动力却不见得很强 毕竟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有些人 她比较注重眼前的利润 如今 互联网快速发展 互联网行业所带来的红利 更为快速 直观 传统制造业 想要重新赢得众人认可 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陆毅在各个城市之间穿梭着 然而她却没有时间停下来 看看路边的风景 不过 这对陆毅而言 并不算什么 没有今夏在身边 风景对她而言 也没有什么意义所在 她看了看手表 马上就要七月份了 今夏也快要放暑假了 她已经将近两个多月 没有见到那个思念中的人了 她躺在床上 主动给今夏发了微信道 是不是快放假了 订好回来的机票了吗 泡在实验室中的今夏 看见陆毅的微信 心里突然间低落起来 她看了看手机 不知道该如何和陆毅说呢 又不知道她会不会和自己生气 哎 她也两难了 可以让她看了吗 我丹得看这么想 李宗友 未来自转发